我们想这一罐又一罐 掏出金蜂食的食品 类似是一般民众英雄的果酱 不过已经开明清是 像韩国伊万代的地匠 用来这罐的水果 第一罐 我们可以喝到天然的香气 还可以吃到水果的果肉 假天的话 我们基本上会维持四个口味 先吉 先吉茶的茶酱 还有综合水果 这个就是水果冰液 五种水果下去熬的 然后还有蓝莓酱 蔓越莓酱 那冬天有一只很特别的茶酱 它叫做桂花蜜柚酱 为何店看到地匠这种东西 人家配合来说 一屋的机缘只好看到 韩国伊万代 就当时家庭比较的东西 只好外销到专举了 这也让它连想到 台湾一年四季 有很多水果可以拼准 但是两只要介绍好 两只就不介绍 所以还希望这些水果 好好来利用 提升的富贵 结果也可以拼准准准准 韩国柚子酱 它不用任何的电视广告 或媒体广告 可是它可以深入到每个饭店 餐饮业 甚至家庭 个人 反过我们台湾水果这么丰富 原产的时候价格很高 可是量太大的时候又很像垃圾一样 那它为什么没有找到一个平衡 把这个加工的部分把它做好 把它的精华 春天的精华 冬天也可以喝到 夏天的精华 在秋天也可以喝到 那一杯水果茶 招待可能只需要五分钟时间 但是一罐水果茶 像的这些 对于比较和这些要整天 客人他来点一杯水果茶 冰凉水果茶 可能我们只要五分钟就可以 泡出来给你 可是他之前要用五个钟头 用新鲜的水果去把它熬成水果茶酱 这个部分是很多现在目前 不想要去花的时间跟工 而且熬这个要很细心 而其他林佩洋的秋冈的茶酱 他照着不一样水果的三个四五种 也因为说每一款茶酱坚持的秋冈这种 从林佩洋就说 喝的水果茶最好一嘴一嘴 然后要喝 才能感受到天然健康的好处理 那些新闻 大家一起来看采访报的